昨天人民币大跌跌破了7.31 今年以来的新低 原因很简单 央行突然间把MLF给降了15个基点 这个是真正的降息 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中国的国债收益率 阿富走低 于是人民币汇率就出现了跳水 这套逻辑就像教科书一样 简单 基于这套逻辑预测人民币未来的走势 就比较容易了 我们知道美国这边今年内降息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那中国今年内还会降息吗 大家看到7月的经济数据 除了失业率高于预期 其他都是低于预期的 年轻人的失业率数据还不发了 政府要维持大家信心的 也在强调中国并没有通缩 经济还在持续的恢复 那下半年该怎么办 经济数据总不能像7月一样还继续的下滑 所以说还是得继续的货币宽松 不是吗 这次也只是降了15个基点 和其他国家宽松的时候比起来 我们的利率还是算高的 所以说下半年要降息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美国不降 中国降 人民币大概率还是会继续走低 不过观点归观点 投资上应该去赌人民币继续贬值 这我就不觉得是一个好主意了 原因就是央行正在强力的维持汇率 央行已经连续很多天把在岸人民币的定价 人为的往上调 以期待带高离岸人民币的汇率了 央行通过控制进口 把上金所的黄金价格相对于国际的价格也在往上推 也是起到了这个作用 这个机制我会在近期的视频里面给大家搜索 大家敬请关注 另外昨天人民币大跌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段也明显的出现了央行卖美元买人民币的行为 大家想想央行明明知道降息会造成人民币跌 为什么还在维持着汇率 只能说政府不想让汇率跌势变得失控 所以跌可能是大趋势 但是中间很可能被央行调控来回来拉上几波 搞死空头 所以说千万不要和央行作对 不想让汇率到强望 台湾上一场 最后浪辑的账用 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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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